我認為不要懷疑自己 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夠理性 然後邏輯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那在遇到猶豫或懷疑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你了不了解你自己真正在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而在了解自己的過程中 最重要就是你對這些猶豫或懷疑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如果你有想法的話 具體的去找出方法跟做法 當你有了這一切之後 你就不僅只是懷疑而已 你可以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去改變這樣的懷疑 甚至去消滅這樣的懷疑 而在我們人生中 無時無刻都會有很多的懷疑伴隨著我們 也因此 我們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同時 你更要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 甚至是 面對自己 因為面對自己其實最困難的不在於說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弱點 而是 針對懷疑發生的時候 你得真正採取行動去改變它 它就會消失 那我們競爛的間聚 你從1960年 總結實在這張大小的眷藏 現在就需要一個大小的眷藏 我們跟你們最終究端的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